大家好 我是于卫昌 今天我想要继续讲Google 怎么样增加搜寻流量 我们知道很多人每天在Google上面问他问题 但是Google也不是知识家 他也无法去回答所有人的问题 所以Google怎麼做呢 Google把這些問題 導給這些已經有答案的網頁 所以就我來說Google它其實只是一個仲介 它叫做問答仲介 它把問的問題丟給已經有答案的網頁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增加Google的流量的話 就是所謂的搜尋流量的話 我們就要去提供很多的答案 在我們的網站裡面有很多的答案 那這些答案很可能就是 當有些人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Google就會把這個問題導給我 所以我就會增加流量 好問題來了 既然我們知道Google是問答仲介 但我們怎麼知道網友在問什麼呢 很簡單我們就假設 我們假設網友會問些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去針對這些假設性的問題 做大作文章 寫出很好的答案 譬如說我今天如果要定位成自己 是一個部落格專家 是個個人品牌專家 那我就想這些網友他會問些什麼問題 他一定就會問說 部落客是如何賺錢 部落客可以出書嗎 個人品牌的收入模式有哪些 或者是個人品牌要花多久時間 等等的這些問題我其實非常的簡單 因為每天都有人在問 甚至我可以去Google 去打所謂的熱搜制 看有哪些問題是被問到最多次的 好那我收集這些問題以後 我把它練成一個清單 這些清單都是帶回答清單 我在針對這些清單去寫文章 所以時間已久 當你的文章量一多的時候 當網友在搜尋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很自然會來到你的網站 慢慢的你就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 所以我都稱這個叫做綁架搜尋情 就是不管你要成為哪個領域的專家 你只要去列出那個領域 常常網友最常見的100個問題好了 然後你再寫出這100個問題的最佳解答 你很快的可能就會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 不管你實體世界是不是 但是你在網路世界就是了 因為大家搜尋你的時候他就收到你 你在網友心中就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功課很簡單 不管你要做什麼領域的專家 或是你要得到最大的搜尋流量 你就去列清單 然後列問題清單 網友最常問的問題 然後你就一一去回答他 那這個清單 如果我剛剛講的 就單一個時間點的話 當然是最好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所謂的時間發展性 就是如果你要成為一個親子部落客 因為你知道親子部落客也會有小孩 小孩會長大對不對 所以當小孩長大的時候 可能一開始看你的這些媽媽 他們的小孩也會長大嘛 因為你們同時期的父母嘛 所以可能一開始 他們問的問題是說 寶寶晚上哭不停怎麼辦 你可能要給他一個很好的回答 他的寶寶長大了可能要吸母乳了 你就說母奶量不夠怎麼辦 然後他們又再長大一點 可能要吃副食品 副食品如何製作 然後可能再長大一點 可能就開始要你知道 幾歲才開始走路 或者是買一歲 去哪裡抓粥 等等的就是孩子越來越大 可能就開始 請推薦什麼童書 各式各樣的問題 他會是隨著他的寶寶長大 而你的寶寶也會長大嘛 所以你就一直回答他的問題 所以在這段時間 你就是媽媽們中的意見領袖了 你就掌握了這些媽媽們的 不能說一舉一動 但是你推薦什麼東西 你推什麼課推什麼書推什麼東西 他們就是都會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因為他們已經跟你跟那麼久了 所以我覺得 問問題列清單 他不是只有列單一時間的一個問題 他是可以隨著時間發展 然後你既然你是專家 你就必須要去更新 你就要去更新你的專業 然後跟他們同步成長 那你會發現特別是親子部落客 當他們可能有一天 某一天網劇 相會的時候 他們的寶寶從來沒見過面 可是他們感覺彼此非常的熟悉 這就是我覺得網路能夠去影響 實際人脈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神奇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大量的增加搜尋流量 趕快列清單 然後趕快一一去回答 然後馬上很快 可能就會變成這個領域的專家了 好 那我們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謝謝 請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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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斗 請教官 請教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